各位早上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 根据日本共同税的消息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8号上午在奈良市 当时在发表街头演说期间 遭到一名疑似男子从他的背后袭击 据悉安倍受伤倒地还流血 目前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现场还传出了疑似枪声 证明涉案男子已经遭到逮捕 最新消息马上连线 我们驻东京记者李淼 李淼你好 秀琴你好 目前你了解到安倍的伤势如何 有什么样的最新案件进展 好的秀琴 刚刚我们听到非常令人震惊的消息 就是在东京时间的上午的11点半之前 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前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是正在日本西部的奈良县 正在进行参议院的进行演说的时候 然后突然倒下 他身上流血 现在是已经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了 那么根据在现场目击者的消息 现场有一些媒体的记者 因为在采访这个选情 就说安倍身上是流血 并且他可能是中枪 中枪的位置可能是胸部中枪 那么根据自民党的消息 说目前安倍是已经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不过安倍目前伤情并不清楚 但是刚刚也有日本媒体就快报说 目前安倍是属于心肺停止的状态 是没有心跳的状态 不过目前进一步的消息 还没有官方的正式的公布 我们了解到的消息 就是事件发生的地方 是在奈良寺的一个寺的附近 当时是安倍正在街上进行竞选游说 然后就有一名可疑的男子 疑似袭击了安倍 这名男子目前已经是被当地奈良的警方逮捕 并且目前是处于拘捕的状态 不过关于他具体的动机 还有到底他为什么要袭击安倍 现在还不清楚 那么安倍这次可能是被他有两个子弹 两次枪击 所以这次安倍的伤情 可能目前情况不是很乐观 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 日本警察当局发出的消息 就是说安倍目前是流血 血试比较严重 他这次这个枪应该是一个小的手枪 那么手枪可能是有两发子弹 到目前为止 自民党方面还没有进一步的公布 但是安倍前首相 他这次重枪 在演说当中重枪的消息 传到日本之后 大家非常的震惊 因为这是第一次 在我的印象当中 十几年以来 第一次有日本的政客 在街头竞选游说的时候 发生这样的情况 所以目前还不知道 这名男子具体的动机 到底是怎样 那么有可能是反对安倍的政策 或者是有一些过激行为 这样的一名嫌犯 但是我们还在等警方的最后的公布 目前这名涉事男子 已经遭到警方的逮捕 你也提到目前行凶动机不明 所以到底目前日本各界 包括社会上 大家市民的反应如何 各方非常非常的震惊 因为我们知道安倍 他是其实刚刚卸任首相 没有几年 并且他是自民党 在最近近年当中 是救人时间非常长的一位首相 他是将近八年左右 是一直率领自民党 而且进行执政 那安倍其实支持率一直都非常的高 他第二次下台 是因为安倍 他还是出现了这个肠道的疾病 所以他身体健康的状况 导致他第二次也是自动请辞 那么其实在过去 我也是单独独栽专访过安倍两次 那安倍其实他是一个 非常现实派的一位首相 他对中国 其实他一直主张 要和中国推进战略互惠伙伴关系 他很重视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但同时 当然安倍我们也知道 他是比较倾向于保守派的一位政客 但是尽管他第二次辞职之后 其实在那之后 他又身体状况有一些好转 所以他目前健康状况好转之后 其实政治活动也非常的频繁 我们也知道在去年的时候 他其实也开办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 然后是上传很多关于他的政见 主张 所以各方就推测 因为安倍现在依然在自民党的派伐当中 是属于一个最大的派伐 安倍就是这个最大派伐 安倍派的领袖 所以他依然是有非常大的实力 甚至有消息就说 安倍其实在幕后创作着自民党 所以各方其实也都推测 在之后可能安倍会不会第三次出山 再次当选日本首相 也是有这种可能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安倍健康已经是恢复了 已经好转了 然后现在是在各地支持自民党的候选人 在进行竞选游说的时候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意外 所以日本各界是非常非常的震惊 那我们看到其实各界现在最关键的就是 安倍目前的状况 我们看到目前NHK电视台报道就说 安倍是被救护车运往医院 然后现在是没有生命特征 他的心肺处于停止的状态 所以我们还在等目前官方的进一步的公布 不知道具体状况是怎样 因为在日本国内 其实很少发生这种枪击的事故 据我的了解 在我采访十几年过程当中 并没有政客遇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次真的是让日本 可以说日本全国吧 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 都在关注进一步的消息 现在日本各大电视台都在进行 特别节目进行突发事件的直播 没错 我们相信现在日本全国都是非常的震惊 那对于这一次 安倍在街头在演讲时中枪受伤 你的推测日本正盘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首先当然了 对于这样极端的暴力行为 各方当然都是非常的指责和批评 同时这个嫌犯 他应该得到他应有的惩罚了 那么警方相信会进行进一步的跟进 那么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这次 目前正在进行参议院选举 同时呢 安倍他作为自民党的 这个安倍派最大派伐的会长 他在支持自民党的候选人 在街头进行游说活动 所以进行这样游说活动的时候呢 然后去袭击政客 这是非常卑劣的行为 所以应该受到全社会的指责 那么关于这个嫌犯具体的动机 到底是什么 现在还不清楚 不过呢在日本国内的确也是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非常激进的势力 包括一些右翼势力或者保守派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自民党 这次其实在这次参议院竞选活动当中呢 其实非常的顺利 其实呢 根据各种选情调查也都显示说 自民党呢 在这次参与选举当中 依然是会获胜的 那么具体呢 就是获胜的 它的程度会怎样 会不会在这次参议院改选的协位当中呢 获得过半数 或者呢 说是和他的职受联盟的伙伴 公民党一起呢 能够获得过半数的协位 所以呢 自民党在这次参与选举当中 其实获胜无疑了 那么这次参与选举 其实据我观察 也是缺乏一些精彩度 因为没有什么悬念嘛 当然在野党方面 目前最大的在野党是 立体民主党还有维新会啊 他们也都在争夺 参议院第一大在野党的位置 不过呢 现在在竞选活动的 倒数第二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我相信无论是朝野党派 无论是自民党还是在野党 所有的议员 所有的政客 包括所有的日本民众 大家都会非常强烈的 谴责和抨击嫌犯 这种卑劣的行为 因为安倍他是一个政客 他在公开的场合 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之下 我们也知道很多日本政客 在街头演说的时候呢 他不会带非常多的警卫 所以呢 甚至首相演说的时候呢 周围也只是有几名警卫而已 所以在日本这样的一个战后 一直是和平的国家当中啊 我们看到在街头上 公然的这样袭击政客 其实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行为 在我的印象当中是第一次发生 特别是对于安倍这样的一个 目前是自民党内最大实力 而且最大派伐的 这样的一个派伐领袖啊 所以而且现在安倍首相的 这个身体状况 非常的让人忧虑 就是目前我们看到 日本各大媒体发出的快报 都是说安倍首相在被枪击之后啊 现在是属于心肺停止的状态 没有生命特征 所以我们也希望 他能够在医院呢 是被抢救回来 所以我们也在等官方 进一步的消息公布 去期待 所以李渺你的观察 认为这一次的突发事件 会对于周日就要登场的参议院选举 带来什么样的变数呢 当然这次这个事件本身啊 我相信他对于这个选民在决定把自己的选票投给谁的时候呢 应该不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呢 毫无疑问啊 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事故啊 他显然是会给这次参议院选举本身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那我相信日本所有的选民 大家都会觉得在参议院选战的这样的一个选战活动当中啊 有政客被袭击 并且呢目前是生命垂危的状态 所以大家都觉得心理上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特别是在日本这样的一个很和平的国家啊 你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候选人 他们站在选举车上演讲 或者站在地铁站门口跟选民去握手 所以呢很多人其实没有任何防备的 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事件本身 又给大家一个警醒一个警惕一个警钟 就是说你在进行选举活动的时候 还真的是要注意周围的警卫 还真的是要小心这个社会上的非常激进的 非常偏激的这样的一些分子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袭击行为 那安倍首相呢 其实他在自民党在位的时间非常的长 刚刚我们说过将近有八年左右 是在历史上是在位最长的自民党的首相之一了 而且呢他有可能未来还会重返政坛 尽管他现在依然是国会议员了 但是各方其实都认为安倍呢 他还是有野心 还要重当首相 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 安倍这次遭遇这样的枪击案 所以可以想象带给大家的这个冲击 还有带给自民党的支持者的冲击是有多大 那当然我相信 其实在这个事情上 无论是执政党还是自民党的 还是一些在野党的这个国会议员 或者他们的支持者 大家一致的看法都是认为这种袭击政客的行为 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袭击政客的行为是非常非常的卑鄙的行为 我相信呢 现在大家都很聚焦关心的是安倍的一个伤势的问题 你认为医院稍后是否会有最新的说明呢 好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安倍在奈良当地 他被送往哪一家医院 但是呢发生地是在奈良 京都附近的奈良 是在一个寺庙附近 我们看到在周围的很多普通的民众 他们都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惊 在现场接受采访的民众说 他们听到了枪声 那么现场是一片哗然 我们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警察出动 那么安倍呢 现在具体在医院的状况怎么样 在事件发生之后呢 因为没有耽搁 马上就是被救护车运往了医院 运往医院之后呢 现在是记者们也继续追踪消息 那就发现呢 是安倍目前是没有生命特征 处于心肺停止的状态 那么所以呢 还在等接下来官方的进一步的公布 但是呢 我们看到在电视上进入采访的很多 现场周围的普通民众 他们也都祈祷说 希望安倍手上能够平安 希望他能够恢复 那么现在呢 关于这名嫌犯 我们看到警方是已经拘捕了这名嫌犯 但是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 为什么会在光天化人之下袭击 安倍前首相 现在还不知道 好我们也希望安倍可以度过这次难关 非常谢谢李渺带来的前线观察 好相关消息 我要请出时事评论员更新先生 进一步点评分析 更新奥 这一次呢 安倍遇袭受伤 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对 我们正想让您讲的 日本大概在我的印象中 从中日恢复邦交 近年50年 这几十年来 几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比较高层的 不管是退职 还是没有退职的 更比较够到这样的 直接抢击 而且是 就是要持续 他不是退职 他作为一个小企业 他不是 我认为呢 这个整个 当然反映的是 在这个 我们最近经常 讲百年变迹 就是说 在美国 在其他的那些欧洲国家 最近都 像美国这样 经常发生 一个种种被 相击的这样的 在过去 被暗杀的情况下 但最近都很少 就像 特朗普上了之后 这么激烈的 是会矛盾 但是 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跟日本发生 为什么 我觉得 这个要 正好这个矛盾的焦点 焦在安倍 人首相身上 我觉得大家要 引起关注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日本现在可能 面对的 战后70多年 最大的一个变 这个变局的 这个激烈程度 超出了我们 一般人的想象 因为现在 大家比较在日本 也有美国 那么重要 所以大家就 不应那么关注它 但实际上 因为现在在日本国内 特别是在政坛里面 这种比较天保守 特别是要 推倒过去 和平宪法 70多年和平宪法 所规定的这种 日本的无战的原则 或者是 专守岗位的原则 等等 其实 已经在一起动过 这些动作 有的 就在N队赛牌上的时候 表面上好像 还是在 其他变换和政治器材 执政的这种风格 但是 实际上 比如说 跌进机器自卫权 等等一些动作 实质性的 已经做了一些推动 这些在日本国内 就我所知 在日本国内的 无论是政界 还是民间 都有很多 只不过 我们都会觉得 好像日本现在 没有那么重要 在国际的这种 军事的冲突 或者安全方面 射点问题 一样的 劳盾当中 日本的角色 没那么重要 但是 现在 这次俄乌战局之后 安静文雄呢 一改过去的 日本的政府的风格 一直的跟随美国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拿这个 俄乌这个事 说事 然后 实际上 其实美国人心里也很清楚 现在美国也很 矛盾 很为难 他又希望让日本 帮他的忙 因为 这个所有的 这些欧洲国家当中 在这边啊 美国真的有一个 除了北约 在东边 就是日美安保 日美安保 从他一建立 主要就是针对苏联 现在呢 表面好像说 现在要针对中国 但实际上 中日之间 发生战争 这种情况下 很小 可是 俄乌战局开始之后 美国和日本 又重新在评估 日本北边 都是和俄国之间 他们也有领土问题 他们也有各种的 行为性的历史性的矛盾 在这一过程当中呢 就是日本的社会 非常受到 其实在政治上 他们面对的一个修宪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种 在国会 无论是参院 现在说参院马上要选 咱们 日本中和熟悉的人都知道 现在日本修宪的困难和阻力 并不在参院和众院 主要在于社会各界 以及外界社会 就是比如说美国 或者是周边的中俄朝韩 亚洲等等 这些国家的压力 但是安倍在里面发挥 发挥的一个非常强的 非常的激进 甚至我用这个词 说他一点都不够 他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就是他退下来之后 退了之后呢 声望仍然在正常里面 而且继续是日本司令党 最大派伐的现在实质掌门人 也就是说 他掌握着 因为这个日本的这种 选举政治体制 和英国是完全一样 英国是不是刚刚 对英国还是刚刚退下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日本的自民党 就是执政党 他的这个实力 就是他的整个的 在议员当中所占的 这个混合当中 最大派的这个食品性的掌门人 是非常重要 这是安倍现在的重要角色 但是安倍在他退下来之后 在美国还是政党改革 一改过去的那种 相对温和 相对平衡的 这样一个作用 现在特别强烈 比如说他在全部 咱们知道 台湾问题 就是日本问题 日本问题 就是日美安保问题 美国一定要明确表态 等等 他不断地在这个地方 发表这种 共美国的火 逼美国在台湾问题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 更明确地来表示 反正态度 这类的事情都是非常地 规短的动作 而这个东西 它直接影响到 日本社会 政治 以及制度 以及可能美国 和日本民生的这个变化 因为日本周边 都是他 而所谓 关系不好的 中国 韩国 朝鲜 都是这样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民众上 好 非常谢谢根仙的一些分析 我继续回头请教 我们在东京记者林苗 林苗你好 秀琴你好 关于这一次 安倍在街头演说时 预期受伤 你在东京还掌握到 哪些最新案件的进展 好的 秀琴 刚刚我们看到 目前再综合一下 日本媒体最新的消息 就是在奈良市 发生的这次枪击案 那么安倍首相 现在是被送往 这个奈良的医院 但是他现在是 心肺停止的状态 没有生命特征 那么我们还在等 进一步的宣布 也希望安倍能够 度过这次难关 那么关于在现场的 一些状况 就是在东京时间的 差不多半个小时 40分钟之前吧 那么在事发现场 他们发现 是有一名男子 他使用的应该是 一种猎枪 然后可能是射出了 两发子弹 现场的人 他们听到了两声枪响 那么两声枪响之后 安倍是身上出血 倒在地上 然后据现场的 目击者说 安倍是胸部中弹 胸部中弹 那么安倍在之后 马上就被运往了 当地附近的医院 是通过救护车 运往了医院 不过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但是自民党 有关人士的消息 就说安倍前首相 目前是处于心肺停止 没有生命特征的状态 我们看到这次 事发的现场 是在奈良市的一个 非常市中心的 地铁站附近 安倍当时是在 大街上的一个 巴士中心车站的附近 在进行竞选的游说 那么在现场 我们看到 日本的社交媒体上 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 当时事发时的动画 或者照片 就看到是 有很多穿着西装的男子 就把其中的一名 看似嫌犯的男子 按倒在地上 然后在现场 出现了非常多的 急救队员 还有警察 消防等等 很多人穿着橙色的衣服 那么在现场是一片混乱 我们也看到 现场有些民众 就说他们本来是来听 竞选游说的 是来看安倍的演说的 但是没想到发生 这样的枪击案 他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消息说 这个嫌犯使用的是 这个猎枪 可能这个猎枪的形状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 但是他可能是使用了 两发子弹 其实在日本国内 这个持枪 其实非常非常的少 你们知道 日本的这个持枪率 有多少吗 只有0.3%左右 其实在全世界 是非常少的一个国家 日本平均每年发生的 这个枪击案的比率 这个之前 我曾经查过 有些数字 日本每年的数字 只有10例左右 所以这次 在这个政客 在进行竞选游说的时候 并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个过激分子 就这样去袭击政客 这种行为 目前日本国内上下 非常的震惊 大家也是在进行谴责 那我们就非常的关心 这个安倍前首相 现在的安危的状况 那么在医院方面 目前记者们 也是在进行跟踪采访 但是因为在日本 这个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所以记者们 只能等在医院的外面 还没有进一步的 目前的进一步的说明 但是我们也关注 就是目前自民党方面 还有安倍的这个 事务所方面 安倍的家人 他们目前 是什么样的一种回应 但是呢 对于这次这个枪击案 特别是 这次中枪的是 安倍前首相 所以呢 各方也是 非常的震惊 并且高度的关注 日本国内各大媒体 也都在一直进行 滚动的播出这个新闻 秀琴 好 您一秒 我们现在一块来看一下 日本的最新现场 安倍被射击之后 这是在现场的画面 然后安倍当时在被射击之后 民众说 有人听见了两声枪声 第一声枪声响了之后 他往后退了几步 然后再听到第二声枪声 再看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倒地 身上有流血 但是可以看到 他还在呼吸 我们可以看到 有烟 然后安倍倒在地上 这是当时他被射击时的画面 是附近民众拿手机照下来的画面 他身后传出了烟雾 然后他就倒在地上 然后人们就逃到他的身边 去查看他的状况 还有抢救他 这是在他演讲的地方 他在被枪击后 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小时左右 已被送往了奈良医院 好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现在日本媒体正在聚焦报道 是当时安倍在街头 被袭击受伤的一些画面 好 最新消息 我持续连线呢 更新先生 更新啊 你认为这次的袭击事件 到底对于日本的会员 或是日本股市来说 是否也会带来冲击 这肯定会有冲击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 虽然说这次的枪击 本质上 大家肯定会觉得 他好像是对安倍所代表的 日本国内 特别是政界的这种比较偏激 要修宪 要和美国要进行军事上的合作 而且日本要直接占到 这个军事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军事行动第一线 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图 所以产生这么一个政治上的反弹呢 而且直接采取这种激进的行动 进行反弹的话 大家好像觉得 是不是会对日本社会 会起一个缓和作用 其实未必是这样 在日本过去有过几次 五六十年代有过这样的 而且那个时候 这种行为 往往是针对那些 比较偏进步势力的 这样的一些政治人物 这个当时有过 但是呢 这种 凡是这种袭击 都会对 他那个被伤害的阵营 会有一些好处 这就是民意的一个心态 所以这次 特别是目前这个情况 俄乌的战局 还没有完全停止下来的这种迹象 美国的态度 大家看得很清楚 日本现在非常焦虑 我最近这段时间不断强调 美国有美国霸权的焦虑 日本的整个社会和政坛 有一种日本式的焦虑 这种焦虑就是说 美国现在这个霸权越来越弱 而且美国呢 出手呢 做的都不好 在这种时候呢 日本的社会就觉得 我们靠美国 政治上安全靠美国的话 靠得住还是靠不住 所以他们希望自己强起来 这样一个日本内部的 这种政治的这种 情绪的这样一种要求 和这次安倍的受到袭击 这个事情如果叠加起来 有一个发酵 综合发酵的效果的话 这个我觉得对日本社会 不是好事情 这种事情我历来主张 无论是被袭击的 这个政治人物 是什么样的政治态度 无论他是偏激进一些 还是偏温和一些 他受到袭击之后 一般而言 在几乎各国各地区的 这种政治生活当中 都有这个特点 无论在选举中 还是在平时的这种 比如像演讲 在宣讲自己政治观点 在等等这些过程当中 出现这样事情的时候 往往对于被袭击者 所代表的政治倾向 或者说他那个思想 感觉 就是这些所有的 他这个阵营 总的来说是有利的 因为大家会有同情票 会有同情心交给他 而且我必须要指出 咱们中国人都比较关注安倍 跟他也很熟悉 他家里边 他和现在的 这个自民党内的这个大佬 刚刚退下来的这个麻生太郎 他们是一个殷亲关系 他们两个人都当过首相 咱们记得啊 在2006 07 08 就这两三年 两个人一个人 当了一年左右 那么两个人分别两支 就是安倍首相的前首相 他的家里边就是咱们知道 还有两位首先就是 他的外公 岸信介和他的外叔公 佐藤荣作 这都是在日本 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啊 当时安心介 在搞日美安保的时候 也受过这种 没有这么严重的啊 受过非常强的反弹 示威 社会运动的这种反对啊 这个安倍自己写回忆录 都写得到过 那么在这个麻生太郎这边 就是他是吉田茂的外孙 咱们想一想 所以他两边家里一共啊 统计下来出了六个首相 他是这么一个家庭啊 所以呢 安倍他作为本人 他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倾向 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他在2009上台的时候 咱们记得 他是日本战后 直到今天也是唯一的一个 第一个访问中国的 这么一个首相 所以当时实现了 中日关系的破冰 有这样一个转环 咱们都记忆忧心 所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一直在批评 他的一些错误观点的同时 对安倍首相 对为中日关系的 这个当时的这种缓和和发展 包括他这一次最长时间 任首相的过程中 安倍的态度 对中国的态度 其实说实话 一直也还可以 我们都在日本 都一直在密切的观察 就是他上来之后 缓和了在他前任 民主党政权那个时候 由于撞船够倒 中日关系出现的那些困难 然后逐渐的缓和呢 走到2014年 中日之间 所以咱们有一个四点原则共识嘛 这就是在安倍当首相 现在的岸田文雄首相 当外相的时候实现的 我们都要实事求是啊 今天中日关系并不好 今天安倍 特别是他退下来之后 他的政治态度 特别对中国的态度 我们大家都感觉到 都很难接受 但是在他过去的时候 在他在任首相的时候 他态度和现在是有区别的 咱们都要实事求是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认为今天呢 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个可能对于 比如说选举也好 或者是整个日本政坛里边的 对于一些政策的支持也好 乃至于股市经济 现在日本经济也很不好 咱们也知道啊 因为日本现在面对的问题 是多重的 它在特别是日本 最主要的就是 它是个几乎没有能源和资源的国家 必须都要靠进口 它现在进口我们知道 进口就是和这个日元的比价 非常直接相关 现在日元的贬得很厉害 已经135对一美元左右 原来前不久还是110几 120左右 这么大幅度的下跌 就是它整个币值的下跌 和它进口必须增加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咱们知道前不久 这个普京总统刚刚签了总统令之后 把撒哈利二号 也就是说要向日本啊 这个出口的天然气 要把它 基本要管起来 没有说停下来啊 说要把它管起来 这样的话呢 日本三菱和三井 他们分别在撒哈利二号的投资 就遇到了这个影响 股权这个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 而且它有采购协定 也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为日本已经被俄国政府 宣布为不友好的国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那么日本咱们想一想啊 它如果万一 从撒哈利二号的进口的 这个天然气 大概占日本天然气进口 10%不到啊 9点多 如果这个部分真的停下来的话 它必须要到现货市场去买 这一下这个价格都很高 这一年大概啊 这一年大概日本要多付出 两万亿日元左右的 这样一个损失 要有这样的一个加价 才可能实现 现在能源供给的平衡 因为这部分的能源进来之后 天然气进来 在里边啊 它大概是这一年的 从撒哈利进口 大概600万吨的这个天然气 有300万吨 一半用在这个民用电的 这个燃料部分 咱们想一想 这个压力就很大 所有的这些东西啊 都会 其实是个对现在日本的经济 股市啊 等等这方面 金融方面的压力呢 可能我觉得并不完全是 由于安倍首相受到袭击这一件事情啊 而是呢 综合性的 日本现在面对的 更直接的还是经济和金融本身的 进出口等等 本身的困境 但是呢 这次的事情毫无疑问 是一个负面的事件 我在这里 我还是要郑重的强调啊 我们无论和某一个人在政治上 在观点上 在政策上有什么样的分歧 无论他在说了什么 让我们不爱听的话 但是我们都有底线 做事情都有一个基本的 政治社会常识的底线 比如说像这种用激进的 把人致死的方式 肉体消灭的方式 和对方进行这种所谓的 大家认为好像是一种政治争斗 我认为在今天和平发展的时代 是不可取的 无论这个人 我们多么不喜欢 我们应该有这个基本常识 而且我特别要强调 日本社会长期呢 大家知道 他比较治安比较好 和平的 我们在日本经常 比如说我也经常到那个 他那个什么议员会馆 我们经常过去 经常会碰到 安倍呢碰到的比较少 像麻省我碰到好几次 他就很随意的 也没有什么 你像他也是个副首相 这个水平 这个级别的这个官员 他们也都很随意的 应该呢 几乎我觉得现在的 日本的哪来成年人 都没有直接的记忆 说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是一个恐怖的事件 而且是一个非常偏激的事件 我们要对这个进行谴责 而且对安倍首相 安倍首相的家人予以慰问 但是我必须要指出 日本社会政治 乃至于经济 各个方面民生等等 包括特别是我们要关注 他的这次参院选 和法治建设方面 会有什么样的后续的效果 我们都要观察 好 非常谢谢根仙的观察和分析 我继续临线请教 我们驻东京的记者林淼 林淼 你刚刚也提到 其实呢 在日本的社会当中呢 其实日本国民拥有 这个枪械的这个比率 是相对比较少的 所以呢 你认为这起事件 是否真的是 有所谓的预案在准备 到底证明被逮捕的嫌犯 有什么样的行凶动机 日本媒体怎么观察 好的秀琴 那这很显然是一起突发的事件 我们看到刚刚呢 是日本警方宣布 他们已经以杀人未遂的嫌疑 逮捕了这名男子 但是呢 这名男子 他具体的这个动机啊 还不清楚 不过根据呢 日本警方的透露说 这名男子呢 他是一名四十几岁的 住在关西地区的 一名日本男子 那么这名男子 当时是手持一把猎枪 然后可能是射击了两发子弹 那么安倍呢 当时是身中枪 出血倒在地上 安倍的目前的状况呢 是马上就是出血之后啊 他可能胸部出血 然后呢 是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 目前在医院的状况呢 是根据日本各大媒体的报道说 目前呢 是安倍处于心肺停止的状态 没有心跳 没有生命特征 目前呢 医生们应该是在加紧地进行抢救 那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日本各界啊 非常的震惊 因为现在目前 日本正在参议院选战期间啊 首先我们看到 日本政界的回应 日本首相天文雄呢 今天是正好在山形市 进行这个演讲的游说 那么安天文雄呢 他就说 目前正在进一步的收集信息 然后在首相观点要进行应对 那么安倍前首相呢 他是自民党内 安倍怕最大的派伐的会长 安倍呢 今天首先 他是计划在奈良市 进行竞选游说 之后呢 是去京都市进行游说 然后报晚的时候呢 返回奇遇县 继续游说 所以呢 安倍在这次参议院的竞选过程当中呢 还是各个候选人啊 大家都非常的希望 他能够过来支持 毕竟呢 安倍在国民当中 非常高的人气 所以呢 在竞选的游说的过程当中啊 而且呢 这次我们关注到 这个事件发生的地方 是在 奈良当地啊 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巴士站 在地铁站的门口 是一个奈良当地的中心区域 是个繁华街区了 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个嫌犯就 向安倍开枪 那么这是在日本啊 二战之后呢 首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日本政客啊 在外面 在竞选的政治选举的过程当中呢 是被开枪 同时呢 身受重伤 目前呢 这在日本二战之后呢 在我的印象当中是第一次 所以呢 警方啊 目前正在抓紧的 进行调查 那么这名嫌犯 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不过呢 警方认为 他是杀人未遂的嫌疑 我们看到在现场啊 是警察呢 还是依然在进行调查 那么现场是 秩序非常的慌乱 我们看到现场的记者就说 他们在现场呢 看到很多 去听安倍演讲的这个民众啊 他们也都看到这样的状况呢 非常的震惊 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其实呢 我也在日本采访过 很多次日本大选 在我采访过日本大选的 这十几年当中啊 在竞选的现场 就能看到日本的这个候选人啊 通常都是没有什么防备的 这样的原因 其实也是因为 日本在二战之后 一直都是和平国家啊 并没有发生过 非常重大的枪击案 并且呢 日本的持枪率 非常非常的低 在全球都是 最低的国家之一 那么日本 其实每年发生这个枪击案啊 因为枪事件呢 而导致有人受伤的事件呢 其实也就十几例左右 所以这个案件本身是非常的少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 日本的这个 无论是候选人还是政客 他们在进行竞选游说的时候呢 其实都没有太多的警惕心理 那么当然像安倍前首相这样的 因为他是前首相嘛 他肯定是有警卫 贴身警卫的 但是据我的了解 这个贴身警卫的人数 应该也不是很多 也就只是 那么几个人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 也是给日本的很多这个政界啊 带来非常大的震撼和冲击 就是今后这个政客 他们的安全要怎样去保证 毕竟呢 他们在外面进行竞选游说的时候呢 会接触不特定的 非常多的普通的民众 我们现在就很关注 这个安倍首相现在的身体的状况 那么他被送往医院之后呢 我还没有看到日本媒体 有最新的消息 就是从医院门口发回来的报道 因为日本是非常重视个人隐私的 那么记者很显然 他也没有办法 从医院方面马上得到消息 所以呢 其实目前了解到的消息 就是自民党的有关人士说 安倍呢 是目前处于心肺停止的状态 并没有心跳 也失去了生命特征 但是呢 医生们应该是在进行进一步的抢救 那么接下来呢 相信安倍事务所方面 或者安倍周围的有关人士呢 会进行进一步的发布 就请 明明我们知道呢 礼拜天就要举行参议院的选举 那选在这时机点呢 袭击下手 认为这份这一名嫌犯的行凶动机 是否就和选举是有关系的 这个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去推测 或者判断 因为安倍呢 他是一个倾向于保守派的政客 同时呢 他在安倍政权时期呢 我们知道他是战后呢 是在任啊 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日本首相 将近八年左右 所以呢 安倍在任期间呢 其实一直都是支持率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自民党其实执政呢 也是在二战之后呢 一直都是几乎处于自民党独大的一种状态 其实日本并没有实现一个 真正的两党制 没有进行势均力敌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其实呢 唯一的一个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 当时的民主党政权上台了四年左右 但之后呢 因为选民对民主党非常的失望 所以现在依然是自民党独大 那么安倍执政期间呢 其实他也是有很多政绩了 那么将近八年的执政 而且有非常高的支持率 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时安倍其实下台呢 也是因为安倍当时自己的身体状况 那么他第一次辞职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肠道的疾病 第二次呢 也是同样的问题 但是呢 在他下台之后啊 那么我们知道菅义伟后来接班 之后呢 是现在的首相岸田文雄上台 那么之后呢 其实安倍他说 他又服用了特效药 所以呢 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已经是完全恢复了 我们看到他在去年的时候呢 还开了他的这个个人的YouTube的频道 在上面经常发一些他自己的视频 在我印象当中 就是他去给其他的候选人进行竞选 支援演说的时候呢 还会在新幹線里面吃这个鰻鱼的便当啊 向大家展示他现在身体很好 什么样的饭都可以吃 胃口也不错 所以呢 安倍现在健康状况其实很好 我们也知道他陆续的是经常非常积极的 关于政治方面的发言 比方说关于这个日本是不是应该进行 核共享这样的发言 关于一些台湾的问题 他也在积极的发言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各方就说啊 安倍作为自民党内最大的派伐 安倍派的领袖 那他是不是未来还希望能够第三次出山 像他名字所写的那样安倍晋三 能够第三次在问鼎日本首相呢 其实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 所以呢 大家都对安倍今后的去向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关注 那么安倍他在执政的过程当中呢 当然是也出现了很多争议的问题 比方说像森友学员的问题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还有赏英会的问题等等 但是呢 尽管这些问题在日本国内引发舆论的争论 也是有一些呢 走上了诉讼的手续 但是呢 并没有发现在过去啊 特别是在他首相执政的期间 没有出现过有一些过激的分子 试图要袭击安倍这样的迹象 至少呢 我是没有听说过 日本媒体也没有报道过 所以呢 今天在奈良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让各方非常的震惊 就是这个持枪的男子 而且他是持枪啊 在日本很少出现这样的持枪的事件 持枪的男子 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举动 要去袭击安倍 并且呢 是被警方是以杀人未遂的嫌疑 目前是拘捕的状态 所以各方也很关注 但是呢 在日本国内的确也是有这样的一些 在政治上有非常偏激的一些势力 或者说是右翼 但是即便是右翼的话呢 通常他们跟警方还是保持一种平衡 很少有这种非常过激的举动啊 所以在二战之后 这是第一次发生 日本的首相或者前首相 这样级别的人物呢 是被枪击 所以各方带来的震撼 大家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无论是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 还是各大在野党 还是日本普通的选民 是支持安倍的人 还是不支持安倍的人 大家都是一致的批评和抨击 认为这个作案的这个嫌犯啊 他的这个行为是非常非常的卑鄙 所以林玛瑜认为呢 日本前首相中枪受伤 这一体事件 都会对日本股市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目前呢 对于东京股市带来的影响呢 我们还没有看到 有进一步的跟进的消息 没有看到媒体有关的报道 但是毫无疑问啊 这样的一个事件本身啊 无论是给日本政坛 还是日本社会啊 都带来非常大的冲击 我觉得是时候应该讨论一下 日本是应该怎样禁止这个持枪啊 因为在日本呢 这个持枪率尽管非常低啊 它是只有0.3%左右 而且每年发生的这个枪支的案件 也只有十几例左右 在全球来说都非常的低 但是呢 这个持枪本身呢 其实你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呢 还是可以的 比方说像猎枪就比较普及 那么在东京附近呢 也是有一些贩卖这个枪支的商店 所以呢 之后是不是日本国内会推行 这样的一种程序 就是对持枪呢 进行更加严厉的限制和取缔 那刚刚我们看到 日本HK电视台已经报道了 那么这名嫌犯的名字 叫做山上彻野 他是四十几岁 家住在关西 但是呢 具体他的动机 现在还不清楚 我们看到在社交账号上 发出来的一系列的 这个动画和事发时候的视频啊 就是安倍呢 是身穿西装 然后在现场呢 是进行演说 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台子上面 因为他的位置比较高啊 可能更容易的被嫌犯锁定目标 那么在现场呢 是发生在奈良的 这个大河西大寺车站附近 这个车站附近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了 那么现场也是有很多巴士 来来往往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光天化日之下 这个嫌犯就带着枪 并且呢 他是向安倍射了两发子弹 安倍呢 是中枪之后呢 就倒在地上出血 然后被送往医院 所以现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当时的景象是怎样 但是呢 在现场听安倍也说的民众 他们都说在现场是一片慌乱 好多个消防人员 还有急救人员就出现 并且呢 是看到安倍周围的这个身穿西装的警卫啊 把这名男子控制住 那么这名男子啊 据说 目前呢 是已经被警方拘捕了 但是呢 他现在有没有向警方说明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 目前还不清楚 我们从在现场的一些视频上可以看到啊 这名男子当时被安倍周围的这个警卫 控制住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要逃跑的迹象 所以呢 似乎可以推测啊 他是有预谋的 并且呢 在开枪之后呢 自己没有要马上逃跑的迹象 不知道他具体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但是现场的记者就说 这个 他们听到了两声枪响 所以呢 这也是很多在现场的目击者 他们共同说的一个事情 就是听到了两声枪响 那么这名男子的枪呢 现在已经是被警方没收掉了 但是具体的状况呢 特别是安倍现在在医院的状况 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明白我们从旁边的 不断播送的电视框呢 大家都看到了 现在日本媒体不断在报道呢 安倍这一次呢 被袭击重伤的一些最新的情况 所以认为这次的突发式的一个事件 会对日本民众带来什么样一些激烈的反应呢 我们看到现在日本所有的电视台啊 都在直播这个事件 因为这是二战之后啊 第一次有日本前首相枪击 并且能身受重伤 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可想而知啊 这个大家会有多大的冲击 我在日本政界采访了这么多年啊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本身呢 持枪在日本就非常的少见 而且你开枪去袭击一名政客本身呢 就更是在日本无法想象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事件背后啊 它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背景 这名男子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们看到在现场啊 这个男子被安倍周围的这些警卫啊 控制住的这个视频 现在可以看到 那这名男子呢 他并没有反抗的迹象啊 他呢是四十几岁住在奈良县 他名字叫做山上彻野 他的名字现在已经被报道了 名字叫做山上彻野四十几岁 这名男子呢 很显然是有预谋的 他拿着这个猎枪啊 然后射了两发子弹 并且呢在现场并没有要逃跑的迹象 所以现在是被警方呢 是以这个杀人的嫌疑 杀人未遂的嫌疑被拘捕 但是呢 因为这次事发的现场 实在是让人太震惊了 因为是在日本参议院选举的现场 在日本进行这个选战的时候 这次选战活动是一共18天了 我们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选举车 可以看到选举这个候选人啊 他们站在车上 拿着麦克对民众说自己的证件 那么安倍呢 他本人因为他是国会议员 他没有必要去进行 这次参议院的竞选游说 但是呢 他是为了支持自民党的候选人 所以这次去前往奈良 所以呢 他这次去为了帮助这个候选人当选 所以现在在奈良进行游说 所以这样的一个竞选活动啊 居然发生了这样的枪击案 所以真的是各方没有办法想象 在日本社会来看啊 真的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好 我非常谢谢 那么日本NHK电视台就报道说 安倍目前是属于心肺停止的状态 没有生命特征 好 非常谢谢李渺 在日本掌握到的最新的情况 继续带你了解更多 安倍他从政三十多年来 获得日本首相二战之后出生的首相 是二战之后呢 最为年轻首相等多重的官环 可以在日前再打下了纪录 成为日本历来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首相 但他在2020年以健康为由宣布请辞 我们看一下 安倍晋三1954年出生于一个政治世家 1982年他也踏入政坛 2006年他登上自由民主党总裁 和日本首相的宝座 成为日本首位二战后出生的首相 也是二战后最年轻的首相 为家族增添一家三宰相的美名 但安倍就任仅仅一年 受累于阁源涉嫌受贿 最终自一而亡 他卷入丑闻风暴 2007年7月 他领导的自民党于参议院选举中落败 两个月后他黯然辞职 五年后安倍卷土重来 再度当选自民党总裁 成为自民党成立以来 第一位回任的总裁 并在同年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 领导自民党重夺执政权 迎来复活王成浩的安倍 推出安倍经济学 但是成效有限 2014年他提前大选 趁在野党势力薄弱之际 带领自民党赢得大选 2017年安倍内阁丑闻频频 他和夫人也深陷地价门 他故技重施 提前大选 并再次为自民党夺得执政权 他还在2018年连任自民党总裁 到2020年8月 他更成为连续在位时间 最长的日本首相 在安倍之下 日本对中国保持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受到2012年 日本所谓国有化钓鱼岛事件的影响 安倍在第二度败相之初 中日一直处于紧张关系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 对多国发动贸易战 成为中日这世界两大经济体 关系破冰的拐点 安倍的健康情况 也是外界的焦点所在 早在第一次担任首相时 他曾罹患严重的溃疡性大肠炎 他以健康为由辞职后 第二天就住进医院 到2020年 安倍6月中旬才接受定期体检 但是8月再次入院接受体检 连工作也改成只上半天班的省力模式 甚至传出他在关底吐血 惹来各界多犯揣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我们收到最新消息 有来自日本媒体报道说 安倍目前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好 我们继续连线 更新先生 更新认为这一次安倍预期受伤 对于日本站台来说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刚才我提到了一句 就是安倍家族 他的外公暗信介 咱们都很熟悉 其实暗信介就有过受到暗杀的 但是当时没有到至死的程度 1960年好像是 应该是 1960年他当时在 那个时候他正是在 日美安保的一个紧要的关头的时候 他一次被一个也是右翼的分子 用刀把大腿给刺刺伤 有这个照片 当时都留下了一些当时的这些影像 那么当然安倍晋介后来活下来 他去世是1987年才去世 后来就一直就退出 等于是退出政坛 当然还有一些影响力 安倍他这一次 大家要注意到 他在政坛的影响力还很大 而且我觉得他的影响力 一方面是刚才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了熟悉的 他在日本的这个自民党 这样一个比较绝对优势的 这个大的执政党内部的派伐之间的 他的这种实力和这种啊 这个影响力 而且他有一种政策上的影响力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的岸田文雄 跟着他是当了日本战后 所以时间很长的 这么一个外务大臣当外相 实际上就是跟着 他跟安倍的关系是最好的 而且这个在岸田文雄之前的菅义伟 当时也是一直跟着安倍 做官方长官 就等于当秘书长 这样的两位 就是最近这两年当中的两位首相 都和安倍有这么近的关系 同时安倍又有着这样强的一个派伐的 这么一个支撑力 就使得大家都会自然而然的想到 特别东方文明东方政治的这种特点 那么就想到安倍在整个日本政坛的影响 是大家都会有各种想象啊 而且刚才李淼介绍的那个部分也很好 就是说安倍因为身体恢复的不错 他这次下来之后 他注意到了整个这个变局当中啊 似乎他的一些过去的背景 他的一些主张都还有 在日本社会也好 在国际上还有一定的这种支持率 所以呢他就有可能第三次付出 尽管日本的自民党内的一些政治人物 并不看好他 并不认为他有 因为在日本的政坛里边 政治的这种啊 氛围里边呢 那很少有像他这样 二进攻就已经很少了啊 第三次呢 这个机会并不一定多 但是他完全可以像日本政坛有一些 我就不说名字了 一些大佬 现在80多岁的 他们仍然在退了首相之后 仍然发挥着在派伐 在各种的政策决策当中 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而最近呢 我说他 我估计啊 这个对他进行刺杀 一般来说 这种刺杀的这种 这个这个力量啊 多数都是比较偏激 比较偏右的力量 偏多 在历史上是这样 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比如说离现在比较近的 我刚才查了一下啊 在长崎市 咱们知道广岛长崎 就是炸原子弹的那个地方 长崎这个地方的 长崎市长 是一位比较偏 温和的这么一位 政治观点的一个政治家 他就在2007年被暗杀 而且致死 当时呢 这个联合国 我记得潘基文 那个时候联合国秘书长 还表示了 代表表示了一个 对这种政治暗杀的 这样的遗憾 和对他家人的慰问 那么在日本社会 这种情况极为少见 就比如说像长崎这个事情 我印象中在当时日本 也不是那么特别的 大家都觉得 特别的这个 好像特别关注 因为这种事件太少了 显得呢 在日本的 好像长期的和平的生活 滋生了保守主义的 这些各种各样的 这些萌芽 但是呢 他也同时 助长了整个社会 相对来说 求稳 怕乱 偏安 这样的一些心情 心态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呢 安倍所代表了一种 要紧密的跟随 美国的这种政治态度呢 而且对于现首相 和以后日本的外交政策 会有很大影响 这大家都注意到了 这个时候呢 会引发一些 就是必要的 或不必要的一些 社会冲突和偏激心态 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而且这些东西 对日本政坛今后 会有新的刺激 好 我们非常谢谢 甘心先生 大家的观察和分析 我继续邀请到的是 在北京现场 清华大学 国际关系 学系教授 刘江勇先生 刘教授 你怎么看待这一次呢 安倍遭到枪击的事件 这次应该说是日本又飞出了黑天鹅 这次是在10号日本参议院选举投票日之前 一个突发的事件 我认为呢 安倍这次呢 凶多吉少 因为据报道呢 是在街头安倍做演讲的时候 有刺客从背后用枪击 这个击中胸部 目前来看啊 我认为这个凶多吉少 危在旦夕 已经入院 那么这件事情呢 首先啊 就是他的这个凶手 已经被拘捕了 那么行凶的原因 这个还在调查之中 那么从目前日本的政局来看 这个可以说呢 是各邦都是高度的关注 有可能啊 这次参院的选举 或多或少 也会受到这个枪击事件的影响 当然作为这个美国的枪击事件 在独立日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 有些啊 这个令人 非常沮丧的事情 但是呢 但是呢 美国的枪击事件通常呢 是一种 可以说没有差别的 没有这个特定目标的这种 可以说啊 这个滥杀无辜 但是这一次的事件 我认为不是如此啊 就是他是在竞选当中 针对特定的日本前首相 就是安倍晋三啊 进行的这个 呃 刺杀 这个人是呃 42岁啊 这个呃 现在已经被拘捕 呃 我想的话 这件事情呢 呃 事出突然啊 偶然的 但是一定有必然性啊 那么从安倍晋三 执政 这么长时间啊 呃 卸任之后 仍然是对日本的 现任的 安田内阁 有重要的影响 在十年来 日本政坛 权力中枢 政策决定的 大佬 仍然是呢 呃 安倍晋三和 马生太郎 所组成的 安马体制 那么在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日本经济啊 目前来说呢 是呃 美矿欲下 啊 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老百姓 呃 怨声载道 所以呢 在各种的呃 不满的情况下 安倍突然的是坚持 原有的政策主张 也许呢 会遭到一些人的 呃 怨愤 好 非常谢谢刘教授 在北京带来的观察和分析 有日本媒体报导指呢 安倍目前已经没有了 生命挺真 感谢收看 再会